塔利班掌權對中美之爭的影響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塔利班日前宣告立國 中共官方積極跟進 高調替塔利班做宣傳 大紀元特邀台灣專家來分析 阿富汗塔利班 簡稱阿塔對中美之爭的影響 8月19日 塔利班自行宣告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遊長國 各國官方幾乎都未對此做出回應 中共官方雖然未公開承認塔利班政權 但已通過官媒央視宣傳塔利班立國 同一日 中共在回應在什麼條件下會承認阿塔政權時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替塔利班大做宣傳 說阿塔公開表示要解決人民面臨的問題 滿足人民的願望 華春瑩還批評美國 中國留下了大量難題 以及西方某些國家尤其應該吸取教訓 宗教極端組織塔利班 在短短十幾天內佔領了阿富汗 震驚世界 並令切尼阿富汗的美國政府飽受非議 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雍明賢教授對此有不同見解 他說美軍切尼阿富汗不是突然的決定 是在執行一個拜登總統4月份就已經宣布的 既定的時間規劃表 問題出現是因為沒有人可以預料到阿富汗總統加尼 竟然完全放棄用武力對抗塔利班 完全放棄與塔利班進行和平談判的決心 當然 美國政府如何確保對盟國的承諾 這是未來美國要從國安角度去解決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出現是這個阿富汗政府 尤其是前總統加尼戰略不當的結果 不管透過哪種判斷或情報收集 你都無法想像 阿富汗政府本身毫無對抗的問題 整體來說 這也是阿富汗人民對現行政府一種不信任的結果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如果你自己的政權不願保衛自己的國家 這樣其他國家再怎麼協助其實也沒用 就像拜登說的 如果阿富汗政府不為自己而戰 那美軍是沒必要再留在當地 這才是問題關鍵 撤離阿富汗可以讓拜登集中更多軍事能量 來應對中共 而不是分散力量 讓美國手忙腳亂 所以這絕對不是一個短期的戰略 而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佈局 我們必須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問題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認為 阿富汗被我們稱為失敗國家 主要原因就是它並沒有一個掌控權力的單一政權 阿富汗國內軍閥割據 政治上的貪腐造成經濟上無法前進 所以才被視為失敗國家 所以 阿富汗一直被視為恐怖主義的溫藏 才會由美國發起阿富汗戰爭打擊恐怖主義 導致塔利班上一次在2001年被推翻 塔利班這次回來後 對外做了很多宣傳 也更加注意與中共的關係 一些評論說 是需要中共在經濟上給予之助 塔利班開始就找中共 去見了中共外長王毅 所以中共現在對阿富汗的態度 就是想用經濟作為誘因 讓阿富汗能盡量配合中共 中共的目的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所謂的一帶一路 因為阿富汗在一帶一路中是很重要的地區 但之前的阿富汗政府因為貪腐 所以中共沒辦法推動它的一帶一路 現在塔利班重新掌權之後 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執行能力 後續是很多人想去觀察的 還有一個就是很多人提到的稀土 阿富汗有這個稀有的金屬擴產 中共也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資源 所以希望援助塔利班 來換取一些擴產的開採權 不過董思齊表示 考慮到阿富汗是個所謂失敗國家 它在行使主權上被視為好暴虐 所以中共利用塔利班的算盤 能不能夠奏效 後續的發展還需要觀察 至於說美國撤離阿富汗 董思齊也認為是短空長多 因為阿富汗既沒辦法實現民主制度 人民維護國家的意志也比較薄弱 而美國需要集中全力 來面對中共和俄羅斯的挑戰 美國之後就會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印太區域 去應對中共可能帶來的各種挑戰 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台海和南海局勢 塔利班重新掌權 給中共帶來的壓力會更大 中共一方面想要推動一帶一路 另外也希望和塔利班拉近關係後 能夠獲得採抗權 但是阿富汗這樣一個失敗國家 它的政治能不能夠穩定 經濟能不能夠發展 它能不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運作 就是一個問題 過去20年 是美國的資助來幫助 維持阿富汗表面上的政府 一個非常脆弱的政府 現在美國離開了 中共能不能夠撐著這個政府 就是關鍵 董思齊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可能發生的情況 就是塔利班和中共利益交換的同時 北韓很有可能也會要求中共給予更多的援助 面對這樣一個阿富汗 中共要怎樣才能實質幫助阿富汗的同時 提升中共的利益 同時還要避免被塔利班 或者北韓金正恩政權勒索 這些都是中共要面對的問題 華春瑩19日 並未正面回應中共是否會承認塔利班政權 但是為它大做宣傳 董思齊認為 這個可能就是中共的策略 中共現在在用宣傳的方式 口頭上去支持塔利班 塔利班在20年前做出了一些失聚的恐怖舉動 包括摧毀世界遺產 巴米洋大佛 對女性的迫害 更重要的是包庇恐怖分子 所以它的政權被瓦解 現在塔利班回來了 中共帶頭幫它做宣傳 這樣就不可避免地 會面臨如果塔利班再度失控的後果 好像最近已經出現 塔利班對婦女撕暴等消息 如果阿富汗的這種情況持續擴大 再加上混戰不憂、經濟不振 同時對周邊國家造成實質威脅的時候 那時候中共要怎樣回應呢? 如果中共直接承認塔利班政權 就會被其他國家認定是流氓政權 董事齊還列舉了 阿塔可能帶給中共的其他難題 包括塔利班立國的示範效應等 他說 東伊運就是東突厥伊斯蘭運動 被中共視為恐怖組織 但是這樣的組織和塔利班其實走得很近 塔利班一旦建立起伊斯蘭政權後 會不會對新疆的東伊運造成示範效果? 就是中共更關切的地方 中共現在用經濟做誘因 就是希望塔利班不要煽動 中共口中的僵毒 另外 如果塔利班得不到國際的認同 只有中共承認 或者說 只有周邊國家承認 那阿塔會對中共更加依賴 這個對中共來說 也會是一個棘手的難題 同樣 當阿富汗難民向周邊國家擴散時 也會對中共的所謂維穩產生影響 這些都是中共很關注的內容 所以中共現在用的主要是宣傳方式 在口頭上支持塔利班 董事齊也關注到 中共現在大力為老牌恐怖組織塔利班進行洗白 他指 中共是怕阿塔立國會鼓勵新疆的獨立運動 所以才把阿富汗塔利班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 及東特疆獨組織做切割 塔利班原本是信奉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學生信徒 建立的鬆散組織 是超越國界的 所以現在才有阿富汗塔利班 阿塔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 巴塔 但他們有地緣上的關聯 主要在阿富汗北部這一片 而因為地緣關係 疆獨組織比較靠近塔利班 尤其是巴塔 中共是想把阿塔和巴塔區分開來 當初美國拉著中共去打擊恐怖主義 但中共想打擊的主要是疆獨組織 這些組織和塔利班 特別是巴塔比較近 現在中共想要把阿塔和巴塔做切割 是想叫阿塔控制恢復阿富汗的秩序 和中共建立一個正常關係 而不要去支持新疆獨立 但同時 中共會對新疆和東特監控得更嚴厲 它是用兩面的手法 一方面利用和美國對抗恐怖主義的名義 來打擊疆獨這些他認定的恐怖組織 另一方面 中共在口頭稱讚塔利班的同時 也會非常警惕會不會令疆獨更加輕盛 所以對新疆的言論控制 以及邊境管制會變得更加嚴厲 中共作為一個威權政府 去資助另一個可能變成威權獨裁的宗教勢力 會比區域之間造成更大的不穩定 中共現在的戰略是內外有別 對內它希望塑造所謂親民愛民的形象 對外它宣稱自己是穩定區域局勢的力量 不會造成區域緊張 所以中共支持塔利班 會希望塔利班不要脫罪 令中共有失威信 這是中共的宣判 但對於其他國家 特別是西方 這就是另一件事了 現在塔利班這個架勢 明顯是離民主政治越走越遠 而且中共也不是一個民主政權 這樣一個政權去對塔利班示好 對於區域安定的影響 貿易會令外界存在很多疑問 在比較政治裡邊有一個假說 就是說民主國家互相之間 不會貿然發生戰爭行為 因為有很多可以替代的方式 但是在兩個非民主的政權之間 就很有可能 因為一些意外狀況而產生一些失聚的情況 造成區域的不穩定 中共支持塔利班會不會令到區域間更不穩定 就是我們現在所擔心的事 以上的內容是由大紀元記者 洛瓦、龍騰運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多多支持 並且且視頻 再次請看 我們請スト etern題 in 請 請